所以其實當凱仕他提出凱仕律書的時候 就有人在想一件事情 不去的事情是什麼 在那邊看那個有趣的證明 就是質量不見 質量不見為什麼質量不見 質量不會不見 質量不會不見 對 是因為質量縮小 旁邊的就會因為溫度障身 所以會感變 你們聽懂 聽懂在說話 不要聽懂 那我問一個誰讓你講 我把這把問題問出來 你們去想想看 那到底0K是什麼東西 0K的世界是什麼 我們現在有辦法想像0K的世界嗎 什麼都沒有 0K是什麼都沒有嗎 不是 就是所有東西都凝固 都什麼 都節奏 都凝固了 那是什麼意思 只要電子會移動 不會 電子不會移動會發生什麼事情 電子不會移動會發生什麼 啥都不會動 啥都不會動 不是喔 沒有能量 沒有固體就是沒有固體 沒有能量 沒有什麼 沒有物體 什麼叫做沒有物體 質量也是變0 質量沒有會變0 質量為什麼變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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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線畫到0 那條線畫到0 這體積啊 我們剛剛講的體積啊 體積啊 體積的變化 體積變0 質量 體積變0為什麼質量變0 質量沒有體積 沒有體積為什麼質量變0 體積量進來不來 體積不明 體積只是變很小啊 體積你說變0 有些東西 就簡單來講 我們剛剛講過一個原子 一個原子原子核大小 跟它本身原子的大小 大概是什麼樣的比另外一 一個人腳一個人大 一個原子核的直徑 跟一個原子的直徑提起來 它是像一千倍之 過 過的意思是 很好 那就是它的體積 它的體積 一個原子的體積跟一個原子的體積比起來的話 大概差幾倍 一千倍 有些一千倍啦 直徑差一千倍 怎麼體積差一千倍 好 近 那就是差...不知道 差幾倍 差... 太難了啦 太難了 太難了 你們是不是也都沒有學了喔 沒有 我們都沒有 你看喔 這是一個 一粒半公分 我把這個體積把那個長度變成三倍 三粒半公分 就三粒半公分嗎 下一講吧 九 九粒半公分 喔 二十二 二十七 二十二 多少 多少 幾倍 體積變多少 三變成二十七對不對 三三三嘛 那如果多 變四倍呢 四十四 四十六 四十六 這算不算是一四個吧 幾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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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的三四方嘛 是不是這樣子 四十六 四乘四 四乘四嘛 這就少一個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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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四乘四 那一千倍呢 一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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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就沒有空間就沒有空間 對不對 我再猜是這樣 我也沒看過 我再猜一下 那你可以想一下 或是不是 正常當發那種事情之後 其實這是一個黑洞 黑洞停的時候會發出別的事情 能量會再進去 所以黑洞可以把旁邊的電子波都進去 所以它折到電子波之後它折到什麼 折到能量 折到能量之後電子會移動 會 會 咻咻咻 是不是 那不然咻咻 變很小的時候 一得到能量 咻就膨脹了 可以看那臉後面是什麼東西 蛤 臉後面就沒有東西了 事實上你在問的問題非常好 好問題 你的後面是什麼東西 沒有 可以再思考 可以再思考啊 你在去往下思考的時候 你就是下個弄杯的腳 我跟你說真的 這是好問題 好 為了 均勻得到一個好問題 加一點 耶 剛其實須有回答一個問題 這個要做的部分加一點 好 蛤 我們是要上到這邊 我的 利於什麼 上太快了嗎 沒有 沒有 有沒有什麼地方不懂的 這個地方有什麼不懂的沒有 好 我們再排個跟打掌 還可以 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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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空是最好的隔熱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空 沒有電池 所以真空已經隔絕了兩個 對不對 真空已經隔絕了傳導跟對流 他只剩下輻射 輻射怎麼隔絕 輻射 所以他的熱水加進去呢 熱腹是要往外對不對 他碰到進去就反彈 然後加上真空 對 加上真空 沒有 那玻璃層的東西是真空沒有錯 非常好 那玻璃層就是真空喔 所以以前的保護品很酷喔 他是一個玻璃層做出來真空 裡面再杜上一層磨 水能磨 所以他這樣是一樣 現在這樣做很貴啊 而且容易打過啊 你每次拿一個保護品 砰 大洞跑過 過了 對不對 所以很麻煩 所以現在都做不鏽鋼的 不鏽鋼本身就可以做很鏡面 他可以做 不鏽鋼的反射 所以他可以反射不鏽鋼的反射 那他本身中間在當真空話 他叫真空斷熱 你們聽過真空斷熱這個名字嗎 沒有 也都買鍋的 就是他悶燒鍋啦 悶燒鍋 他說悶燒鍋非常好 真空斷熱 因為他斷熱 最有的斷熱 餅質比較好 真空斷熱的名字比較好 所以好的保溫品啊 有時候一用 它熱水加進去 它可以到12個小時候 水還是熱的 所以那保溫品就看你的 真空斷的問題 好 那真空 如果出了真空出來 接下來第二好的保溫是用什麼 保溫 保溫 你為什麼要保溫 為什麼要保溫 為什麼要保溫 保溫會融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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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什麼 空氣 空氣 空氣是第二好的 對吧 你平常沒有空氣做得的 平常沒有空氣做得的 有沒有 有 什麼時候 空氣太熱把它擺明 有 什麼時候 空氣太熱 空氣太熱 空氣太熱就把它擺明 空氣太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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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衣服的膀子中間是有空氣的 你身體的熱會不會因為空氣阻擋 它就很疼 喔 它覺得那羽絨衣比較替牌 對 所以你穿羽絨衣是不是更保暖 那你穿衣服就有更大的空氣 可是這段空氣 這一段空氣隔熱啊 這一段空氣隔熱啊 這一段空氣 空氣沒有對流啊 所以這段空氣把你的體育保穩 所以為什麼 睡袋 你們去登山的時候 教練有沒有跟你講 你如果在羽絨睡袋會怕什麼 你為什麼怕濕 因為羽絨碰到濕後會怎麼樣 很縮起 本來羽絨跟羽絨中間很多空氣 風水之後羽絨就在縮起 就沒有空氣了 縮起就是收縮了 就縮起來了 縮起來之後呢 你就沒有空氣幫你隔熱 所以就會很冷 所以那這個化學鮮味就有好處啊 化學鮮味 痛到濕會怎麼樣 會沒事嘛 它還是有空氣 雖然有點濕濕的 但是它還是有空氣 還是有一層空氣保護你 OK 所以隔熱最好的方式是真空 它如果沒有真空的話 接下來是空氣 那我們大部分時候都用空氣要做隔熱 OK 穿著衣服 蓋著棉被 蓋著睡袋 它還有什麼 保麗龍其實誰知道 保麗龍你看這麼大一個保麗龍 後面那個 這麼大一個體階保麗龍 你心裡面當作什麼 體階當作空氣 OK 它是用化學成分 在做保麗龍的時候 它空氣幾張的化學 高氛質化學沒熱 它還撐出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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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後它變成一個氣泡狀 氣泡狀 氣泡狀可以變得熱 有自覺 有自覺的角色 姚丁也很想聽對不對 很想聽另外的問題啊 有時候聽因為覺得無聊 其實最大問題是 當你注意到問題 你不好意思問 那你慢慢去不爽就會覺得 為什麼他問到太多 沒什麼害羞 這是勇氣你知道嗎 你像位置挑戰 你像位置挑戰 就是用勇氣的表現 你要用勇氣去挑戰你基本能力 你把問題問出來 因為你有問題問出來了 你就學會了 學會了你不會在這裏 你就會無聊 真的 好 準備進去下個階段吧